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礼佛山问训 大众请起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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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众生文者应当发言愿生比过 是哪种人呢 第一段 讲苦乐最福 这是一般众生的状态 不管是苦还是乐 是罪还是福 你都应当愿望生极乐净土 就是把这个众生文者的众生 我给他做了一个细分 这样我们读起来 会比较亲切一些 展开一点 像发馒头一样 把它搞一个发酵粉 把它发泡一点 你好像消化吸收 不然的话众生文者 讲他的隔壁老王子 然后讲老太太的 我这么大根基 我这么大智慧 讲给你听的 这些都是法不入心 文法对照自己 若挣苦当愿生 众苦顿惜故 如果我们正在苦恼当中 那怎么样 应当愿生彼国 因为苦恼的人 没有哪个希望苦的 都希望我们苦当下息处 一旦往生极乐世界 重苦顿惜 其实我们都是苦恼的人 是不是 都是苦人 生老病死 谁没有啊 神得免得了 溜达了 迂回的大苦 神得免得了 并不是说 我身体不健康 生病了 苦恼 今天谁跟我吵嘴来苦恼 就是念念都苦恼 念念都得老啊 都得老啊 生老病死啊 那我们都是苦众生 那我们都应该呢 求生极乐 所以我一提起夫人 她不是被儿子 关到 关起来 她感到苦吗 她才求生极乐世界 那我们很多人啊 也是这样 一旦这个生意不顺利了 工作不顺利了 家庭不顺利了 心情不顺利了 她说 哎呀 这个世界 没法活了 求生极乐世界吧 我愿望 这是对的 但是稍微好一点呢 哎呀 这个世界还可以的 她就忘了 所以这个苦 我们是求道的动力 所以若挣苦 当怨生 好 那么反过来 她现在快乐了 股票也涨了 工作也好了 身体也强了 儿子孙子也还不错了 若挣乐 她就忘记了 不对 若挣乐也当怨生 为什么 受乐无坚固 到极乐世界 这种快乐 才是没有间断 在这个世界 那个乐 要苦中作乐 你要乐极甚碑 你哪有乐 这个乐都是要无偿的 是不是 那我们享乐的人 都不希望我们 那个乐 说你乐了 马上就没有了 哎呦 那他不高兴 某某人正在那里 快乐呢 是几十大寿人 跑去说 哎某某人 老头 你活不多久了 这所有诸寿的人 都给你翻白眼 对不对 那人不会说话 但其实你讲的真话 是不是 大家就说 这个乐他不希望间断 但是在这个世界 你乐怎么能不间断呢 你要受乐无坚 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而且这个地方是小乐 极乐世界成佛大乐 这个地方的乐 我们各位啊 我们的乐 往往是建立在他人的苦的基础之上 是不是 你穿一件好衣服 你感到很快乐 皮毛的 但是是杀了别人给你穿的 你的乐建立在别人苦的基础之上 这种乐 符合道义吗 慈悲吗 合理吗 我才不管那么多的 你当然不用管 原来王会管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种乐 比如你在那儿大吃 山吃海喝 你感到很快乐呢 但是呢 杀了别人的命 舔你的口福 你在那儿山吹海吹呢 你觉得很快乐 有的人在一块 那么老朋友 老同学见了面了 二十年三十年见面了 你是大老板了 风光啊 讲话感到很快乐 但是呢 其他的人呢 就憋酸了 因为你这种乐是 一种很高傲的态度 压了别人 你一个月现在赚几十万 人家一个月赚不到几千 所以这种乐是建立在别人那种 委屈 那种痛苦的基础之上 这种乐还是不要的好 最起码不要显示出来的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的乐 都是不清净的 而且这种乐 也会让你产贪婉之心 让别人呢 起那种就是 委屈之心 让自己焦慢之心 同时呢 也有恐惧之心 哎呀我这个乐怎么能保得住啊 现在有钱 可是有钱也保不住啊 这钱怎么样把它守住 不给人家弄走 也是苦啊 所以各位 其实是没有乐的 乐是假的 带给别人的 带个面具给别人看的 回到家里了 没有人了 半夜清醒 是闷心滋问 哎呀我这辈子活的 我活得像人嘛 在白天到别人面前啊 我都喜笑颜开 回到家里啊 我都怎么就笑不出来 应该是反过来 见了别人就是很平静 回到家里一个人的时候 能够喜笑颜开 那你才会过日子 对不对 哎呀 装装装 装给别人看 装装装 装给别人听 这个世间的乐 都是要无常 破败 败坏 染物 颠倒 所以我们要求乐 你要怨乐 若震乐 当怨胜极的世界 这是清静 法喜之乐 这个乐 是不以他人 为代价 为条件 不建立在 其他条件 是完全从内心里边 流露出来的 是佛性所自然的 大乐 而这个乐 是众生都可以平等快乐 我们世界的乐 能够给别人平等快乐 不可能 刚才说过了 我们的乐 很可能是他人的苦 比如说你成功了 那人家就失败了 所以这样让人家感到不平 甚至你的快乐 引起人家的嫉妒 等等 所以这个都是 不圆满 在这个世界 享乐都是一种犯罪 连乐都是一种犯罪 这个感 但是我们 平常的人 当快乐的时候 他怎么样 都忘乎所以 都忘记了 他哪里有罪恶感 哪里有惭愧感 他都没有 说快乐干嘛要罪恶呢 当然了 我们凡夫如果天天罪恶感 你也身心不舒畅 这也还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好 若有罪 说有罪 那怎么办 当怨生 无三个道顾 有罪的人 我们都是有罪的 哪有没有罪的 没有罪的就是阿罗汉至少 那么有罪 有多有少而已 有明的有暗的而已 有人前的 有人后的而已 有白天的 晚上的而已 有记得的 不记得的而已 那么有罪就免不了 三个道的苦恼 所以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第一条愿 就说国无三个道 这是为我们罪人所发的 那极乐世界为什么讲这么浅静的话呢 这样我们听起来比较亲切 那后面讲的可以讲是非常直言 这里讲无三个道 还是常规性的 这样你才能够听得进去 哎呀 无三个道 因为三个道在这个世界我们是有的 所以先是有一个铺垫的 跟我们一个衔接的 剩下来讲的那都是没有了 你对这就很难听了 比如第一个 哦 无三个道 你还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这里有三个道 接下来讲什么呢 不更恶道 接下来讲呢 身接金色 无有好处 那就一个就一个 这是 身接金色 你能想象吗 身体都是金色的 没有好处 你也不能想象 这个也是非常直言了 但是有了前面那个 无三个道 那个有一个衔接 挂上钩 我们后面可以慢慢伸进 第四句 若有福 当怨生 福善无边故 我们有罪 但多少也能修一点福 如果没有福的话 你当然就没法过日子 说人在世间生活 是靠我们福报 福报是修来的 哪一个人不希望望子成龙啊 哪一个人不希望大富大贵啊 哪一个人不希望做生意赚钱啊 但是你说做哪个生意赚钱 做哪个生意都有人赚钱 都有人亏本 是不是 你说这个生意不好做 你不好做 是你不好做 人家做照样赚钱 那你做呢 你做福报没有 做什么亏什么 他有那个福报 他做什么赚什么 你不服吗 不服 你不服也得服 对不对 所以有的人 这个挣钱 就像捡钱一样 哪叫挣钱 就是捡钱 不是捡钱 就是躺钱 钱像水一样 就躺到这儿来了 该你赚 你不赚也要赚 那么这个福报 我们是有限的 在这个世间 阿弥陀佛这个福善 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友善的福 总能享尽 福尽就必然堕落 对不对 是无常的 也是败坏的 那么如果我们要 人都愿意有福吗 如果 所以我们看 春节的时候 家家户户门上 都贴一个福字 没有哪个人对福不喜欢的 福幸福 福报 享福 幸福 这个福都是大家 很享受 很愿意的 那么你愿意求福的话 怎么样 应该求生西方 极的世界 福尚无量无边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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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